聊斋之交纳 上一回正听到孔雪莉孔秀子 娶了黄浦公子的表妹阿松为妻 两个人这日子呀过得挺和美 可是突然之间有一天 黄浦公子来告诉孔雪莉 他们呀要搬家了 只因为这所宅院的原主人要搬回来住 所以他们要搬回到陕西的老家去 那么孔雪莉听了自然是十分的吃惊 他又该怎么办呢 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您琢磨琢磨 咱这一大家的人在人家住着 这些个年月 这多少年了 把人家祸祸也够呛 甚至于说呀 有的房子我都给推了 又重新盖了 那么人家要回来呢 咱不能说当时搬出去人就住进来 最起码不说恢复原貌吧 谁给人石头干净了 我跟老爷子商量了 这几天呐就动身搬家 然后呢找点工匠 该刷的刷该油的油 把人家这整个大院子给人家清洁出来 家伙陈舍都给人摆放好了 人家到时候一大家子回来 当时就能住进来 房子是人家的 咱不能霸着不走 红雪丽丁有理 可不呢 你住人家房是借的 要不交房钱 人家本家回来了 那你就得给人捧房 这个天经地义 但是 这有点仓促啊 搬哪去啊 搬哪去 就得回家 呃 大亨举家西迁 有天台县这搬 搬哪 搬陕西 陕西什么地方具体没说 因为什么 原文写皇宫公子自称祖居陕 陈文叔咱们交代了 就是 达陕西那来的 但是陕西哪一府哪一县 并没有戏交代 平常聊片呢 这个同学丽丽丽丽 皇宫公子也没问到过这 具体他们回陕西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但是现在跟老爷子做出决定 咱们一家子是举家西迁 回祖籍 回陕西 没事 同学丽丽琢磨 我倒是没忙 我这家都是人家的 可是原先好吧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你也走我也走 我也回家吧 现在 这不有阿松了吗 哎呀 他们家的生活这么好 我真不愿意走 那 我怎么办 您有什么打算吗 要说打算也有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您说 要不 跟着您表妹 我们一块跟你们回陕西 我还跟着你们过 就知道您得是这么说 不成 一个是老太太在家里边 时间太长 您该回家看 而且带着我表妹呢 也该回家见见老太太 您娶了这媳妇 哪能帮老太太见一遍 是 我可不是娶了媳妇 忘了娘的人 我也没那么说您呢 皆因为 这新年这钱 我全都让你 给老太太烧回去了 我跟阿松 这一走 大路之上 多有不便不说 这没有盘振钱呢 你说 这您都甭管 这还在话下 怎么了老师 跟您说 我呀 跟我父亲 那商量好了 连您 路上用的 带回家的 安家费 说悬了吧 您这后半份吃穿 完全都是我出 洪雪丽一贴黄虎公子 说出这话来 不奇怪 准之的他要给钱 但没想到 如此康派 能说出这样的大话 这口子拿的可不小 咱们要说 周济周济人 尤其是 亲戚朋友 说借个三万两万 现在咱们生活都好了 您各位都拿得出来 不是说像过去的 家屋割宿粮 过去 家里怕来串门的 丑朗都要来串门的 家里真没有什么 现出去找人 拆着点钱 拆着点粮片 先让亲戚朋友吃好了 家里没有虫皮的酒 都得炫打去 现在都故意了 真说有为难招展 您给借点也没关系 但谁敢保任后半辈子 这话可大点 一说这个 你后半生我都管了 给你这一次钱 够你花你这余生的 赫兵 同学历 知道他有钱 没想到 这么有钱 哦 你帮我 什么叫做 当年就是帮我自己 我对您呢 哎 知人感念 我还是抱不过来 我愿意时时刻刻点点滴滴 为您出点力 更何况 令政夫人 您媳妇不是卖人 是我亲表妹 一家子人不说两家子话 这样吧 呃 道路虽然遥远 全在我呢 您就是真啊 我表妹 这两天把东西 石头石头挥着挥着 然后我再跟我父亲呢 呃 我们俩商量商量 咱们挑户日子 就送你们两口回家 好吧 那临走的时候 我跟老爷子 得 话别话别 那是一定 当时的秘书 回来 孔雪丽跟阿松说 阿松说 我已经知道了 家里人 把这事都跟我说了 既然是我表哥 跟您商量好了 那咱就把自己东西 石头石头石 我什么没有啊 我当初来 那破形的 哥的庙里都没拿 打我孙天庙 出来到这院 就没出去过 简直的说 就有点你的医生 你呢 呃 把你换洗的医生 单搁一小包里 剩下的烂七八糟的 咱都装个箱子 不就完了吗 嗨 没那么些医生 我好天气的都在娘家呢 这带过来也没有几件 大小就这俩包裹 那好吧 有点细软 就能俩包裹的密收拾 敢转过天来 洪雪丽 刚起 黄虎公子就来了 怎么着 都收拾好了吗 昨天晚上简单收拾收拾 那怎么着 今儿走吧 啊 昨儿刚说今儿就走 对啊 老爷子送进来 哎呦 我得看老爷子这说着话 黄虎太空 由外部可就进来 真得说老泪 纵横啊 很好吃啊 没处够啊 咱咱没法子啊 那你房东回来了 咱是借人家 这我都理解 您别激动 天下没有无散的宴席 应该呢 呃 我跟令郎 我们哥俩也没处够 哎 包括您这个 啊 外甥女儿 现在我们成亲 全靠着您 我在您家里头啊 给您添了很多池泪 但是我也确实想老太太 阿宫也得跟我母亲见见面 这就给您呐 哎 倒了很长时间的乱了 这样 咱们虽然说分手 不是不见呢 或是您找我去 或是我上 家里看您去 到时等您安顿下来 我带着阿宫再给您请安去 就是就是 一定那样的 咱们可不能断了联系啊 呃 您行啊 我这么大岁数 说把您送到府上 我是办不到了 就因为我年纪衰败了 没别的 我拿俩钱 略表寸心 您路上呢 买干粮吃 就是了 来来来来 老头说着话 一回手 有童儿 拿一个盘 把这盘子就拖过来了 上面盖块布 连这盘带布 老头把盒子迷地 略表寸心 可就递过来 红雪地 伸手一接着托盘 又花 又花 花 这家伙 沉呐 老爷的 老爷的 您 白两黄金 白两黄金 十六两一斤啊 六六三十六 一六三六 六斤多 六斤零四两 四两和现在二两五 也就是六斤二两五 三天扣 二两五 一百 一百二十五克 差不多吧 就这意思 三千一百二十五克金的 啊 什么九点九吧 大概是 你就算金的这质量 咋的 那也是金的 白两黄金 您琢磨琢磨 人家敢拉这口子 管你后半半 这话说出来了 人家出手能少得了吗 这要说给一百两银子 那 连道上吃 回家 吃三年 没问题 开个小宝贝 当门有富裕 但要说吃后半辈 答不到 这百两黄金 可没问题 这金子跟银子 他差远了 老头这一出手 百两黄金 您这个 给个态度 哎 小意思 您要不拿着 可就是鲜少了 那您要那么说 我可就带下来了 咱们过得着 客气话甭说 略备水酒 给您见真行 还是那句话 我年纪大了 量有钱 坐这陪您喝 都喝不了了 是个意思吧 哎 倒酒 从而把酒拿上来 老头亲自拔展 给同学立身一周 自己来一周 就这么一碰杯 喝着一杯酒 剩下可就是 他们代劳 老爷子 同儿掺着掺着 杯杯回去 再一条黄虎公子 在家里边 已经摆上 剑行酒席 老爷子 给那不算 我也有分意思 无多有少 连金带银 啊 包括给表妹的 一些赞换首饰 要的瓶大包 吃饱了 喝足了 自己背人大包 逮了个媳妇的小包 媳妇手里 怀着抱着那小包 是她自己的 一些个气软 三环首饰 怎么走啊 您是给套车了 还是雇了什么脚力了 谁送我们两口子 都不会 我送您走 就不劳你亲自相送 别人也送不了你 抱紧了这包包啊 抱紧了 别害怕 送我走我还怎么办 不是 因为咱不是走着呢 是不坐车 也不坐车 骑马不骑马 坐轿不坐轿 干嘛小儿抬着我 不 就我拉着你 我拉着你跑 可稍微跑得快一点 我怕明星的慌 你拉着我跑 你表妹怎么办 我一边一个 这手拉着你 这手拉着她 你拉着我们俩拽 你们俩跑 啊 啊什么呀 那怎么跑啊 你跑得再快 你也拽不动我们俩人啊 再说你能跑 我跑不了 您不用跑 我就再您咱那走了 跟放风筝似的拽着我跑 哎 是是是这意思 我不好意思说 我能说拿着弄屁梁似的吗 风筝也多少样 干嘛我非得屁梁似的 被 半天一睦眼 媳妇就不灵了 哈哈哈 就紧闭双眼 听见什么的 别害怕 呃表妹你也别害怕 他是他亲表妹 大概小的时候 他就带着他玩过来 所以阿松呢 都不以为他 没事 好表哥就放心 我不害怕 好闭眼闭眼 阿松先把眼闭上去 闭这大包袱 老是这个小包袱 空姐力琢磨 真的假的 都可闭眼了 闭吧 紧闭二目 那么这个黄鼓公司 这一手 拉着孔雪莉 这手拉着媳妇 自己表妹阿松 躺一下 起来了 怎么意思 飞啊 说原文写的飞了吗 没写 就写这个孔雪莉 但听得耳畔 风声大吼 如在云雾当中啊 片刻之功 搅瞻实力 小青黄鼓公子说了 到了 老师 争点吧 林呐 啊 到了 再一争点 这么一瞧 刚才还在 善事顾公子的 那个院子里呢 现在 你到顾里 自己家都不认识吗 到门口了 原文写 始至公子 非人 公子不是人 不是人 他是什么你 不知道 到了 哎呦 我 行了 我还教你呢 我还帮帮给你上课呢 这两个下子太厉害了 哎呦 我说公子 啊 怎么的 老师 怎么到回来了 这么快就到家了 那你蒙气打着了 赶紧叫门吧 不是 行 我先叫门 见着老太 怎么那么着急啊 敢一到家里边心急动 那要在外边出去多长时间 往往飞机火车 随意到北京 哎呀 无名的心里边有种兴奋感 早急往家走 平常北京这么堵 也不着急 文员人 你都知道他要堵 你着急也没用 但是 由飞机塔 一下飞机 想着回家 这个机场高速一堵 心里不着急 那出去一天两天不闲 要在外边 我们出去演出 演一个人 学演去 一个人没回家了 眼看都到北京 回不了家 哎呦 怎么弄 着急见媳妇 你这 他心里就起敌 就这意思 啪啪啪 就一脚门 你啊 你开门哪 老太太的生活到不错 为什么 每月按月 有人给送钱呀 听说 儿子 在天灾线那儿 找同学没找到 但是呢 街交一朋友 在家里面交装管 管吃管住 待遇非常高 每月还给学习 这学的儿子不花 都拖延给带来 老太太在家 虽然说一人苦点 但是儿子的钱系列的多 吃穿不愁 老太太的生活还可以 甚至于说 比孔学历走的时候 还胖点了 但是 哪个当妈的 不想儿子 老太太在外 不一听叫门一喊娘 是儿子的声音 那听得出来 但不敢往那想 哪儿愁冷的就回来了 因为来送钱的人 前两天刚把钱撂着 刚回去 媒体要回来的事 这没差几天了 老太太 谁呀 这谁跟我闹啊 逗着玩 谁跟您闹啊 马的 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我是您儿子雪猎回来了 哎呦 袁文学 老太太 十出于旺迈 没想到 喜出旺迈 连老带店 顺乎里跑出来 把院门一开 一看还真是儿子 孔学历 孔学历 在人家里养尊处优啊 人家子拿孔学历 当祖宗 那么供的 院子也不出去 每天就在小院里溜达 每天原先 除了上学 给这个 啊 王府公子上书之外 就是喝酒 俩人聊天 然后门头一睡 这娶了媳妇 阿松那么贤惠 一伺候他 白骂白骂的 白骂 老太太 你看儿子这么精神 穿愁果断 这衣着 也那么酷 老太太高兴 哎呦 老太太眼泪下来了 雪莉啊 你在外边 混得不易呀 马儿 您瞧我多好 您哭什么呀 没别的 跟您说 我也没请示 母亲大人您 我结婚了 好 早该结婚 原因在家有什么呀 想结婚 咋怎么娶呀 就得你在外边 混整喽 混多人家的 才能娶媳妇呢 我儿子我有信心 娶你媳妇错不了 老太太不毒了 我们公学历 长这么漂亮 学个这么高 娶那媳妇一定是好的 带家来了 带家来了 您可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那您跟他见 哎 好啊 来吧 领的阿松往前 那么一脉步 阿松又会来 这又闲会 过去迎迎下拜 一叫婆娘老太太乐 喷 俩手拍巴掌 拍不了一块 过来就拉阿松 哎呦 你看看 这是我亲闺女 头这头脚这脚 你说我儿子 奶妹的修的福 娶这么漂亮 儿媳妇 也错非是你 别人也配不上我儿子 那哪是夸儿媳妇呢 就是夸的儿子呢 拉着阿松那手 不打扰了 稀罕那儿媳妇 咱不能说话吧 这就是我学生的表妹 你可够缺德的 连你学生的表妹 你都够的 说是我学生 但是比我岁数还大呢 她的表妹呢 跟我岁数好 她还小妹 那岁数太小 本来我要说那些 什么乱七八糟 老大人说 就你们两口子回来的 车间是给了没有啊 娘我有钱 不是 我的学生送我回来的 哎呦 那不能失礼啊 赶紧的给请进来吧 母子三人回头 再瞧再看 皇甫公子 已然人气渺茫 不知什么时候走的 没了 她怎么知道 使之公子非人 那么现在她的失踪 那就很正常了 有什么话 我问她表妹得了 可能咱们你们俩 就一说话 功夫大一乱呢 她走了 呵 怎么到家里 你们口水都没 喝你这种话说的 把你蒙刀去 咱家来吧 好了各位 刚才呢 咱们又听了一段 王远波 在东城书 咱们再说好 Werk